連賴清德現在更本事在問亂品質 也根本事在當超級大政公務 反正什麼都是我們 你們師的小三就不配跟我爭取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有話直說的主講人張有華 朱立倫聽從外界的意見從善如流 總算上了一次街頭 朱立倫上街頭 這個民進黨呢 有一點不自在 就罵小三壓政公 所謂小三壓政公 就是朱立倫上街頭 柯文哲下鄉 6月22號開始他要下鄉 好這兩個 那現在呢 賴清德歸縮不出 賴清德不會到七鳥行動 或者藍營行動的現場 他歸縮不出 所以他說你怎麼可以小三壓政公 因為三黨的黨主席賴清德最大 再來朱立倫再來 再來柯文哲 那他們把柯文哲加朱立倫 我們比喻為小三 你們不能壓政公 政公的地位是合法的 你們沒有廢皇后的權利 這些講的對不對 對 對 小三壓政公 那小三總有一天會變成政公吧 你不能說他一輩子不可能成為政公 對不對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問題為什麼來了 原因非常簡單 朱立倫上了街頭 來表達他對藍營行動的支持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朱立倫上街頭會被罵成小三 你可以看得出來 民進黨現在對於朱立倫的忌憚 那至於柯文哲 我曾經一再建議 朱立倫應該找柯文哲 兩個一道上街頭 來護衛所謂藍營 藍營加白營 加白鳥下鄉 雙方應該合作 但是柯文哲不願意變為一個小籃籃 他也宣誓 但是在6月22號他就要準備下鄉宣打 關於五項法案實質內容 那唯獨現在就是變成一個人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賴清德 截至目前為止 你賴清德號召清了行動 請問賴清德有沒有站上過街頭 很多人說他當家不鬧事 誰說當家不鬧事吧 陳隨便在反分裂法的時候 他就上了街頭了 大家忘了嗎 陳隨便是上過街頭的 他當老大的時候他上過街頭的 大家不要忘了 那現在大家都為賴清德找理由 但是我告訴各位 清了行動包圍義士堂 甚至於清了下鄉 一個多月全部都是賴清德發動 可是我們現在看看 賴清德現在他在哪裡 他在凱達格蘭大道的正對面 辦公室內吹冷氣 那清了下鄉的這些人呢 吹水冷電風扇 還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這個是極其諷刺 所以不要說小三鴨正攻 你這個正攻 一天到晚興風作浪 鬧事 真正碰到緊要關頭的時候 你就歸縮不住 這種人 就是死到有不死平到 算是顧力雄第二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現在那麼強烈的 說朱立倫上街頭小三鴨正攻 你們民進黨可以上街頭 你們自己當家可以上街頭 朱立倫現在上了街頭 你們就罵他是小三鴨正攻 像話嗎 真正上街頭的應該是朱立倫 怎麼會是輪到正攻 在那邊炒作街頭議題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進黨 這種思維好混亂 總有一天他會圍禍台灣 現在我們話說了回來 我不是在幫朱立倫講話 朱立倫能夠上那個街頭 也不虧我 接連幾集都在罵他嘛 我說你身為在野黨的黨主席 你搞一個南京行動 那你居然自己不上街頭 像話嗎 上街頭是你在野黨的權利 不是執政黨的權利 你身為一個在野黨 哎呀說這樣子 產生對抗好嗎 我就罵了朱立倫嘛 你有點骨氣好不好 所以 所以朱立倫他從戰如流 他說好啊 我就上一套街頭 我率領中央黨部 議席單位的主管管 我就坐鎮議事堂外 這才像一個在野黨的樣子 那至於 柯文哲 我也勸他跟國民黨合作一下 先把這個案子 把它給擋下來 那他也怕成為一個小籃籃 所以他說他6月22號 他也要下鄉 那也是一種方法 這是柯文哲的權利 大家不要去取笑他 唯獨應該取笑的 既要青鳥下鄉 既要發動罷免 既要包圍議事堂 既要趕走韓國瑜 政公 你躲在你辦公室裡面吹冷氣 你好意思嗎 這些群眾是你召喚出來的 你自己不上街頭 那你叫你的群眾 在立夏之日 日投延延 在立夏之日上街頭 況且還要號召15萬 那現在呢 15萬大概都 目標沒有辦法到達 你這個時候賴清德 你要不要上個街頭 向民眾表 向支持者表示道歉之一 其實這些話我都講過了 那反而是說 最該上街頭的變成小三 最不該上那個街頭的 變成政公 那你政公也要上那個街頭 跟小三爭那個權利 你好意思嗎 從這件事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賴清德 現在根本是在混亂提示 也根本是在當超級大政公 反正什麼都是我的 你們是小三就不配跟我爭寵 既然他們不配跟你爭寵的話 你也站出來 去安慰你的群眾 說對不起 我把你們號召出來 我表決還是輸了 這句話都不想說 一直想到政公的榮華富貴 這樣的人 還能夠擔任 所謂的政公 真正是公道具中最無恥之人